牛樽和劍橋的面試主要是分為五大類 第一款是quantitative 即是跟數學相關、計算相關的題目 主要是雙科或離科的同學需要作答 其實問的問題可能跟DSE或平時讀的題目是很近似的 但當然會比較困難一些和另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不是躲在自己做 就要一邊做的時候一邊解釋你的步驟和考慮 因為面試官是在考核中 到底你怎樣可以掌握到這些比較困難的問題 第二款就是scenario-based questions 即是一些情境題 可能會有一個情境給你去看看 例如他會說你現在去到某一個年代 你遇到當時的總統 你可以跟他有一直話 那你會跟他說些甚麼呢 第三款的題目就是task-based questions 例如你在interview之前 他有可能會給一些文章你看 或者給一些題目你做 interview的時候 都是跟剛才的文章 或者跟剛才的題目相關的 例如報讀法律的同學 或者他有可能會給一些以前法官的判詞你看 跟著interview的時候 就會看你對那些判詞的看法 而至於第四款題目就是current affairs 即是一些時事題 例如一些很重要的international題目 例如脫歐或者中美貿易戰 其實各個同學都需要了解一下 至於第五款的題目 就是brain thesis的題目 即是一些意想不到的題目 例如可能報讀engineering的同學 他會覺得應該會問一些physics 或者math相關的題目 但其實之前都可能會試過 可能給一些2D的image的同學看 然後給一些LEGO他砌 其實都想看看同學的臨場應變是怎樣的 所以同學平時就不能只顧著學術上的知識 亦都要多點留意時事 多點留意身邊的事物 所以稍微做好準備 一組完成 Go and see the 2021 tick n 這是肯定的 但是我們今天方便做得更多 你說出了一個圓